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 每年都會由外媒經濟學人智庫調查 今年涵蓋的城市由一百四十個 擴大到一百七十三個 主要從城市的穩定性 醫療保健 文化和環境教育基礎建設 五大方面 一共三十個項目來評分 而今年榜單也出爐了 由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再度蟬聯榜首 丹麥哥本哈根位居第二名 澳洲墨爾本以及雪梨 分別排第三和第四 加拿大溫哥華排第五名 前十名當中唯一的亞洲代表 就是日本大阪 他和紐西蘭奧克蘭並列第十名 其中有三座城市 位在加拿大是最大的贏家 澳洲和瑞士也各有兩座城市 進入前十 調查表示受到疫情緩解 醫療保健 教育以及文化指數 全都上升 全球平均分數來到十五年新高 雖然歐洲城市占了排行榜前十名 比較多 但有各多大城市排名暴跌 像是英國倫敦 從去年第十二名跌到四十六名 瑞典斯德格爾摩 從第二十二名掉到四十三名 此外這廂排名吊車尾的城市 包括敘利亞 大馬士革 還有受到俄羅斯入侵的 烏克蘭首都基輔 以及政治長期不穩定的利比亞首都的 磊玻璃等等 磊玻璃等等 雲南塔 歹斯坦 週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